哈囉各位各位 大家好 我是柯里斯丁 旁邊呢是我們全新的客座主廚 阿文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要做的是 夏日芒果冷麵 冷麵 對 冷麵 那其實就是西式的涼麵 台灣我們就是吃一般的涼麵 那今天呢是用pasta 義大利麵來製作這樣子 做的口味會比較酸甜一點 會比較適合就是夏天吃 然後大人小孩都很適合 首先我們先燙麵 麵這個要加點鹽巴 隨興即可 阿文他就講求就是做料理就是開心就好 因為在家裡要隨興一點 今天的醬汁很簡單 它其實就是我們利用果汁 然後加優格 然後打成一個像dressing 比較綿密的醬汁 然後跟麵拌在一起 這樣就好了 先切芒果 切芒果大家訣竅是什麼 在看芒果的時候 它一定會是比較扁的那一面 那你就是扁的那面切多一點 盡量切乾淨 因為它那個紙切 吃起來的口感不是很好 對 這種時候就是看到媽媽在廚房 然後小朋友吃這個 媽媽都在啃紙 對 切下來這種果肉就稍微切一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進食物調理機 剩下我們希望就是 還是可以吃到一點芒果的口感 對 部分我們把它切丁 哇你真的是也是完全沒有浪費耶 盡量不要浪費 不然媽媽會罵 媽媽會生氣 對 你覺得煮麵是要不要加乾淨的 我覺得不用 對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戈登表示 你再隨便加油 撈出來 它也是沒有油啊 對啊 所以加就好了 真的 隨便切開心就好 開心就好 做菜就是你要開心 欸有的時候不開心做菜真的不好吃 絕對不好吃 所以開心隨性就好 吉林萌就是要破壞一下它裡面的組織 所以有人滾一滾 然後像我的話我是用捏的 捏一捏 對捏一捏 都可以 當作施壓玩具捏一捏 對就是這樣 壓力好大喔 一般都會用 如果說我就是這樣子 我的話 反過來 因為這樣你才看得到你磨到哪裡 對這樣 我就磨到這裡 沒了然後我就換回去 不過有時候你不知道 這樣磨磨磨 然後就磨到白色 夠用的量就可以停了 這樣比較方便啦 把麵條 放進冰水裡面 讓它冷卻 然後現在先炸一點檸檬汁 看一下 打完這樣就可以了 只要麵泡涼之後 你一定要把它瀝乾 這樣子的話 才可以避免太多的水分 跑進醬汁裡面 越乾越好 你知道這是我第一次做意大利麵 不加橄欖油 你想放 對 下意識動作想放對不對 下意識要一點點橄欖油了 糟糕了 糟糕了 其實是OK的啦 好 稍微吸一下 已經吸乾水分的麵 放到攪拌缸裡面 把醬倒進去 然後醬的話慢慢倒 不要一次倒太多 因為你要去控制它的質地對不對 對 夠就好了 就是你在吃醬不是在吃麵 對 涼麵變湯麵 哈哈 薄荷葉跟檸檬皮 這時候放起來 有甜有鹹 有酸 好吃耶 然後我剛剛切過的芒果丁 對 芒果丁就不用跟它客氣 成盤啦 哇 黏黏稠稠的那種醬汁的感覺 對 它就是靠優格跟芒果 它原本的果膠的那個黏度 加了一些小菜之後 怎麼整個麵就變得很有FU 對 非常雞花 在家裡也可以很雞花 超級厲害 但我覺得還不夠雞花 還不夠雞花嗎 對 那你想做什麼 一點點乾淨 嘿 再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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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覺得我也想要再擠一點點檸檬上去 這個真的很棒 真的很適合那種 你熱到爆炸 然後你不知道要吃什麼 你就吃這種 就吃這個 就吃這個 就很開胃 真的OK嗎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謝謝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下一道料理我們會 酒吧的招牌名菜 炸雞 炸雞 各位繼續接著看 MING PAO